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岩新路透曝光,以后别再说他宛如素人了 鲜花总缠绕着荆棘,人气常伴随着争议 这便是袁冰岩走红后的现状,虽然享有一定的人气,但质疑也从未停歇 而伴随他最多的争议便是演技和颜值 因为《饮药水》事件,他被彻底贴上了不会演戏的标签 即便钱永辰这样的专业人士下场解释 表示《饮药水》是哭戏里很常见的辅助工具,部分网友还是不买账 而关于颜值方面的争议就更多了 早在流离中他就被朝五官平平,长相寡淡 到了落花时节又逢君,更是平一张素颜路透图就给他判了死刑 的确,袁冰岩谈不上多么的明艳动人 但他五官标志,气质温婉,不失为一位古典美人 这点在江夜中就得到过论证一身红色披风的墨山山站在雪中 他缓缓伸出手掌,眼中如有星辰,画面简直不要太美 除了剧中的造型,袁冰岩的线下活动也非常的亮丽 早前他曾以一身红色连衣裙出席某品牌线下活动 烈焰红唇配上珍珠基,好似从时光中走出来的港风美人 美得让人炫目 不难看出,袁冰岩的可塑性是很强的 也许有时候不算惊艳,但匹配上合适的妆容造型,绝对能惊艳到你 近日,他再次爆出新路透,更是倍赞人间至甜 当日,他现身三亚某品牌专柜参加活动,而后与工作人员合影 他一身淡黄色背带裙,优雅中步伐小性感 精心烫过的头发更添几分甜美气息 他被簇拥在人群中,面带微笑,身高,颜值,皮肤的优势都非常明显 明显和素人的区别立马就凸显出来了 作为知名化妆品品牌的贵姐,工作人员的颜值其实也不低 但在明显面前还是高下利剑 网友纷纷发出赞叹,明星果然不一样,这颜值真的很扛得住啊 明星确实比了人要看得多,气质也好 明星的头脸果然都小一圈 不难看出,对于袁冰岩的生涂状态,大家都是服气的 尽管他一直因为颜值饱受争议,但真正和素人比起来,差别实在太明显 其实细看袁冰岩,五官,脸型都无可挑剔,再配上167厘米的高个 即便在娱乐圈,外形条件也是很不错的 除了外形条件不错,他从小学习表演,到过各国演出,屡历非常出色 从2012年出演首部作品至今,他已经入圈近10年 十年魔一剑,终于有了流离中的玄机一角,但收获关注的同时纷争却从未停止 不过击败争议的最好途径就是自我证明 想必通过筑青好落花时节又冯军这些作品,他可以为自己的演技证明 而通过线下的活动生涂,他的颜值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以后别再说袁冰炎宛如素人了,素人表示压力很大 你觉得袁冰炎生涂状态如何?你觉得他能否击身90后流量小花之烈呢?